这只黑猫见家里没人 竟然鬼鬼祟祟地打开柜子 把里面所有零食都扒了出来 准备美美地饱餐一顿 但它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家里确实没有人 但却留了一条狗 而小狗听见声音后 赶紧跑了出来 看见黑猫居然要吃毒食 立刻准备好好教育一下 对方的不道德心 哪只被反过来一顿胖子 更巧的是客厅突然传来开门的声音 紧接着女主人走了过来 她看着满地的狼藉 抓起猫咪就念叨了起来 而黑猫也像是知道犯错了一样 连主人的眼睛都不敢直视 可教训完后 主人居然还像不解气一样 直接把黑猫从窗台丢出去了 难道就因为偷吃零食 这只小猫要被抛弃了吗 原来这只黑猫并不是女主人养的 它只是看猫咪可怜喂过几次 没想被这个小家伙给赖上了 三天两头地往自己家跑 就算被女主人赶走也不气 只会在外面溜上一圈 然后没脸没皮地再转回来 而几分钟后 黑猫的身影果然又出现了